大家好,华为在4月8日在国内发布了它P40系列的全线手机,包括P40,P40 Pro跟P40 Pro Plus P40 Pro跟P40已经是上市了一段时间了,但是P40 Pro Plus一直没有,因为它刚上市 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这一款黑色的黑陶瓷的这一款,同时它还有一款就是白陶瓷 这两款手机都是采用陶瓷的这种贝壳材质的,那么陶瓷的硬度可以达到模式的8.5的一个硬度 那么要知道黄域的硬度也只有8,那么钢域的硬度是9,金刚尺的硬度是10 所以陶瓷机背的硬度都是非常非常高的,也是非常耐滑,用一段时间翻译,没有人和它划痕 这个是非常让人惬意的地方 这就是华为P40 Pro Plus的特点,那么除了大家所熟知的5000万像素这枚主摄 4000万像素的18毫米等效的这样的超广角之外,它还有两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有两枚长焦镜头,一个3倍的长焦,一个是10倍的光剧长焦镜头 这也是目前市售手机中唯一的一款拥有10倍长焦镜头的手机,成像素质非常了得 除了支持40瓦的超级快充,还支持40瓦的无性快充,这个也是非常高标的这样的一个水准 不论从处理器还是从各种硬件的使用上,都是顶级的素质了,这个当然不让就是